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董事培训 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公司的董事责任 董事在招股章程中错误陈述的责任 上市规则要求发行人的董事要对招股章程的内容承担全部责任 招股章程必须载述如下责任声明 董事经一切合理查询 就其所知确信 本文件所载的资料或消息在一切重大方面均准确完整 没有误导或欺骗 没有遗漏其他事宜可导致本节或本招股章程所载任何陈述产生误导 招股章程所载的不真实陈述或重大资料的遗漏 错误陈述 可谓发行人董事招致刑事及或明事责任 主要方面包括 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第342E条 就招股章程中的错误陈述 对具体的人包括董事施加明事责任 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第342F条 就招股章程中的错误陈述 对批准在香港发出招股章程的人 可能包括董事施加刑事责任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108条第一款 对做出任何欺诈的失实陈述 罔顾实情的失实陈述 或疏忽的失实陈述 从而又使他人投资证券的人 施加明事责任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277条及第281条 对为又使进行证券交易 而披露虚假或据误导性的资料的人 施加明事责任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391条 对为又使进行证券交易 而做出虚假或据误导性的公开通讯的人 施加明事责任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107条 对为又使其他人进行证券交易 而做出欺诈的失实陈述 或罔顾实情的失实陈述的人 施加刑事责任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298条 对为又使交易 而披露虚假或据误导性的资料的人 施加刑事责任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384条 对在向联交所或证监会 承交的招股章程 或其他文件中提供虚假 或据误导性的资料的人 施加刑事责任 责任还可能来自 1.失实陈述条例或盗窃罪条例 2.侵选行为 或3.合约的约定 更多的资料请参看附件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而刊发的 招股章程 在香港法律下的潜在法律责任 加分ви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